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為什麼聯合國要推動ESG 為什麼大家要推動ESG 就是G啊 你做的好 你就是比別家企業有競爭能力 應該講ESG啊 這個部分是企業永續成長 跟永續經營的基本責任 同時也是呼應了 對地球的環境保護的 這個當務之急 所以一的部分 現在大部分人都能夠了解 所以我們在金華廣場的這個部分 一是絕對無庸置疑的 那S對社會責任 我們也無庸置疑的 但是呢對於這個G呢 我們是特別強調 那前面的E跟S 都是追隨著陶珠運元的精神 那在這個金華廣場 我們就特別要強調的是 G對企業永續成長 永續經營的增加競爭能力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對G特別重視 在這個帷幕牆的大樓裡面 我們特別做了陽台 我們為了做這個陽台 我們還設計退縮一公尺 使它有些地方可以維持在三公尺寬 甚至更大過三公尺 第一個它可以綜樹西炭看軟符和E 第二它是景觀市容 這是社會責任S 那我們就講到休閒陽台 我們在裡面是很重要的G的部分 它除了滿足了綜樹西炭看軟化以外 它也滿足了在裡面上班的視野的舒服 那更重要的是在上班的時候 難免有上下或是平行之間的同仁 他們會有一些意見不合 或意見不同的情緒問題 那立刻可以在休閒的這個陽台上面 大家商量怎麼解決 這就是公司競爭能力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們都知道科技越來越進步 那科技進步也是要靠大家同仁的齊心努力 沒有情緒的往前邁進 而有情緒的時候要立刻化解 那這是企業很重要的部分 中規在京華廣場這一塊地 又是在台北市中心最大的一個辦公園區 那麼我們所以在這裡面呢 就特別重視了這個機來 不只是說傳統的交通方便 那機的部分呢 這樣子提升了公司競爭能力以後 對公司的企業主或是高級幹部 他們要招兵引將就方便了 而因為我們都知道人是流動的 那這樣子在流動的過程中 能吸引到好的將領 和好的一般優秀同仁和年輕人 那在這樣的環境呢 是我們的設計理念就是幫助企業主 增加競爭能力 我們也特別申請了國際認證的 那個綠建築 還有那個Wale的兩個的國際白金的認證 那另外抗政的商標我們也申請 另外在台灣本地還申請 鑽石級啊 台灣的立建築的鑽石級啊 這些東西都是讓在進駐的企業 他們在智慧型的應用的方便 我們希望它能夠合乎國際標準 而且是超國際標準 我們希望是這樣 那比如說我們說一開始設計 就要用BIM BIM的設計觀念 從一開始我們就要節省時間 涵蓋到結構設計 涵蓋到工程施工 一直涵蓋到五大管線基電的配套 在一設計的時候就要用BIM的3D的 讓我們看得到有什麼矛盾可以提前排除 到最後所有人的建築 我快樂的地匣 都要給我們 一直在這裏